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吧 样运会上国语女团赋予韩国得了银牌 咱们的选手和冰娇因为输了比赛很难过 没想到韩国女队员竟然故意模仿她 还哈哈大笑 这一幕给很多人看愣了 因为就想不到大庭广众之下 韩国运动员的素质可以肉眼可见的低到这种程度 我就还好不至于很惊讶 因为我接触过韩国人 说实话 我对于他们的素质不敢恭维 当然了我不是说人人都那样 只是泛泛的说 的确他们在公共场所说话声音很大 还很暴躁 有的还很歧视我们中国人 说到这儿有人就纳闷了 为什么呢 我跟他们交流下来整体感觉 韩国人的幸福感较低 比较卷 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卷 工作以后工作压力也很大 生活成本也很高 你看他们的出生率下降的厉害就知道了 长大了呢 男性还要强制服兵役 这压力一大吧 就爱熬夜爱喝酒 去首尔看看很多酒蒙子 这小国寡民吧 自尊心还极强 情绪非常暴躁 你看这次亚运会 有比赛输了 怒摔球盘的 有比赛中给对手扇个大嘴袜子的 这次又来个现场模仿对手的 你都不敢想下一次他们要做什么 以小见大 这就难怪他们 为什么总要偷我们的文化了 这素质真心不咋地 最后我多说几句关于亚运会比赛 其实比赛总有输赢 正所谓胜不胶败不哪 不管是哪国的运动员 包括咱自己家的 赢了我们就送去祝福 输了我们也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只要尽力比赛就好 当然不能像有时候的韩国队 那么玩赖可是不行的 咱们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到了今天 我们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体育说实话已经很强了 也不需要非得拿金牌来证明我们自己 在很多优势项目上 我们的对手就是昨天的我们自己 一场比赛也不能代表我们的水平 输了就总结经验教训 争取下次做到更好 赢了也不要骄傲 我们观众和运动员都要保持好心态 不管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每一个刻苦训练 用心比赛的中国运动员的 不管成绩如何 你们都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 我们感谢你们的付出 永远会为你们加油助威